福边教会是神的家 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我们聚在一起 每个礼拜有一千多人 有老有少 来自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地方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来这里相聚 在这边聚会 为了什么 我们在节礼聚会为了什么 每个礼拜来为了什么 这个杨肥丽写了一本书 一本小书 题目叫何必上教会 Church why bother 这本书里面他问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今天要上教会 他描写 在教会里面一些 很普遍的一种的现象 那你听一下 是不是也是你的经历 他说很多人每个礼拜 上教会 上教会 唱的四歌 被会众唱的 七零八落 那这个可能不是我们的 圣经被解释到破破碎碎 然后崇拜的意思呢 很没意义 没什么真正的实在 然后讲到 这一点可能大家都要同感了 讲到非常的贫乏 言不达意 讲来讲去 都是那些东西 跟生活拉不上关系 所以上教会 感觉 为什么要上去教会 这本书里面也讲 但是同时 有一个现象 很奇妙的一个现象 就是每个礼拜 我们上教会 我们回家 上礼拜又来教会 又礼拜天要来 好此不倦 什么原因 上教会最终极的这个原因 我们聚在一起的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本书里面 特别讲到 这个上教会 教会必须要是 使命的一个教会 有使命的 要人能够参与的 能够目标的 是神给的一个目标 神给一个使命 聚在一起 不是为你自己而已 这个终极原因 不是为了追求一种 神圣的一种的感觉 不是为了保证 你死了以后 可以上天堂 这个门票 还生效 也不是为了你自己 生活中犯了大罪小罪 然后来上教会 减轻你一下的 这是最旧感 上教会 也是不为了你 the social need 你社交的 交朋友的需要 不是 吃个饭 聊聊天 上教会 终极的原因 不是为了小孩而已 小孩的信仰很重要 我们要传承 可是 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来教会 聚在一起 是为了一个使命 神拯救我们 没有 只只救一个 把我们放在一边 怕我们 他把我们聚在一起 交托一个 什么样的使命 交托一个 去的使命 你要走出去 使外民做我的门徒 这个教会 是个外上行的 一个教会 一个群体性的 一个的使命 在这个使命当中 我们与神同工 我们与神相遇 我们参与 这个是我们上教会 最终极的一个原因 William Temple 讲过一个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教会 是世界上面 唯一的一个的群体 或者组织 是为了非会员的利益 而存在的 一个这样的群体 是一个外上行的 一个的存在 那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一生经历了四个教会 每个礼拜都上教会 几乎每一天 都在这个属灵的群体当中 生活 近距离的观察 我的体会 我的经验 一个教会外上的 这种使命感 非常的重要 一个外上行的教会 是有神同在的教会 一个往外看 走出去的一个教会 是有神奉厚恩典的 一个教会 你同意吗 那可能你 这是你第一个教会 你在这里信主 或者你来不久 刚刚进了这个教会 也可能你在来了 教会很久 或者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的教会 可是我们聚在一起 不同的人 不同的背景 不同属灵的经历 我们来到这里 是为了要走出去 但那个使命 要出去 为了使命 我们聚在一起 今天我们读的 这个修行传 第十三章里面 讲这个教会 安提拉教会 就是个外向型的 一个教会 一个使命 导向的一个教会 不是内向 不是消费者的一个教会 来到教会里头 为了自己的需要 是个使命 外向型的 一个的教会 这个教会 是称为叙利亚的安提拉 原来 在第一世纪 原来在希腊的时代的时候 在地中海原岸 东边一共有16个城市 都成为安提拉 那我们所讲的 修行传十三章的结果 是在叙利亚的安提拉 那原因在什么地方 阿里山大 这个大地死了以后 希腊一分为四 这个东边的 这个的国家 成为西流谷的王朝 这四里谷的王朝 所有的王帝 或者大部分的王帝 的名字 就是安提拉谷 所以16个城市 称为安提拉 那这个呢是 在叙利亚的 这个安提拉 在今天的 土耳其的南边 在河的边上 距离地中海12英里 这个地方人称 这个是基督教的摇篮 The cradle of Christianity 今天我们的英文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 从哪里翻译的 就是从安提拉 所留下来的 原文的古操本 然后根据这个古操本 来翻译 成为我们今天的 这个英文圣经的 这个King James Version 所以是那么重要的 一个的 教会 是那么重要的 一个的地方 安提拉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 在主前 第五个世纪 在波士时代的时候 它是个 遇到上面的 一个重镇 这个遇到 1700英里 非常的宽大 经过这个路的时候 7000 这个信差 可以从一边 走到另外一边 7天里面 可以走 1600多英里 那么长 而安提拉在 这个遇到上面 是个重要的重镇 然后来 这个丝绸之路 是西段 南线的 一个关口 很重要 从这里到非洲去 到这里去 去欧洲去 然后这个呢 是丝绸之路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据点 祖后第一世纪的 这个安提拉呢 也是罗马帝国里面 第三大的 一个城市 人口呢 20万 到50万的人口 是罗马叙利省的 首都 是罗马政府 管理 东方的 一个重镇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个国际的 都市 国际的一个 大都市 在这个地方里头 这个福音 传到这个地方 第十一章 告诉我们 在史丽法人 受难之后 门徒四三 有一些在 菲利基和 聚比路的 的人 在安提拉里头呢 向犹太人来 传福音 走到安提拉 福音传到 那个 这个大都市的当中 里面 首先 听得福音的是 犹太人 那可是有一些 聚比路和 古内拉 那人 就是北非的 一些人 基督徒 他们无名无姓 在这里做了一个 创举 在安提拉里面 把福音 首先的 传给 这些的 希腊人 传给了 外邦人 教会 在这个 这个地方 成立的时候 从犹太人 开脱的一个 教会开始 然后 传给外邦人 外邦人信徒 越来越多 这个成为 外邦人 第一个 为主 外邦为主的 一个的 教会 福音 在教会 脱离了 犹太人的 磁带 福音开始 走向 外邦 走向 外邦人 直到 地址 从第四三章 到二十八章 讲的就是 福音传到 地址的 这个故事 那所以 教会是 很特别的 犹太人 开脱 有一群 不知名的 从非洲来 从巨比路来的 这些的 基督徒 向 外邦人 传给 第一批的 外邦人 整体 第一个教会 外邦人的教会 是在这个 安提阿 这个地方 那我们 福音变 刚刚 二十一年前 从母会 中国教会 出来的时候 国语部 百分之八十 是从台湾来的 弟兄姐妹 可是今天呢 结果呢 我们现在 会众百分之八十 倒过来 是大陆背景的 弟兄姐妹 从事 台湾 弟兄姐妹 开脱的教会 传给 大陆 背景的 弟兄姐妹 现在成为一个 大陆 弟兄姐妹的 教会 很像是 耶路撒冷 的教会 听见这个消息 以后 他们派 巴拿巴 去那边 去看一下 在那里 成立了 这个教会 他把扫罗 也找去 两个人 在安提阿 有一年多的时间 在那边 做门徒训练 建立教会 那么第十三章 第一节 我们读到 这个安提阿的教会 的领袖 这些是先知 和教师 带领教会的领袖 有 教导 圣经的 这些人 教师 有前瞻性的 往前看的 先知角色的 这些的领袖 有先知 与教导 信的 这些的领袖 这里提了 五个人 这些呢 就是教会的 牧师 长老 执事 是安提阿教会的 key leader 主要的 领导 那我们来看看 这五个人 这五个人 有一半是犹太人 一半是 可能是外邦人 五个人来自 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国职 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出生 不同种族 和他们聚在一起 当我读到 这种经文的时候 我很惊讶 第一个 外邦人的教会 居然是个 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 多元语言的 一个教会 跟福变 差不多的教会 能够想象 这些教务团队 领导团队 共事 一同来 侍奉 同心的 遵行神的使命 的困难 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安提拉的教会 的基督徒 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 是在安提拉开始 基督徒的意思 小基督意思 意思是什么 意思说 这些人性的耶稣 不能再 不单只是犹太人 所以不能称他们 犹太人 也不能称他们 亚拉伯人 因为他们 当中不只是 亚拉伯人 他们也不是 希腊人的 多神教的人 所以给他们的名字 好称呼他们 就称为他们 小基督 参加基督徒 基督徒的背后 在安提拉教会 是因为是一个 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 浮遍万民的 一个原因 不是因为好听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是特别 拿出来 因为没有 其他的方法 能够形容 这些人的背景 所以就称为 他是基督徒 这些人只有一个 共通的 共通点 他们是跟随 基督的人 第一个叫 第一个是巴拿巴 巴拿巴 犹太人 在 居比路 赛普鲁斯出生的 犹太人 原职在那个地方 在耶路撒冷 跟随耶稣 有劝慰人的 这种恩赐 薄络 的专场 很会 劝慰人 这个劝慰 就是 巴拿克雷奥 这个字呢 是 其实就是 守望的意思 跟他一同走 跟他对话 跟他讲 守望 带门徒 是他的专场 他是 耶路撒冷派来 安提拉的专员 特别看这个教会 发展的什么 所以巴拿巴 排第一 在这个教会当中 他是 这个领导的 这个作用 然后第二个 这个称呼 为尼杰的西面 西面是犹太人的名字 可是尼杰呢 F.F.Bruce说呢 是附加的 让人明白 他的种族 尼杰是 黑的意思 所以 作者特别加上去 犹太人的名字 本身却是 黑人 黑人 可能是 黑人 规划了 犹太教 拿了一个的 犹太人的 这个名字 那所以 一个犹太人 然后加一个 黑人 然后第三个人呢 是古利奈人 陆球 古利奈是什么 北非 今天的利比亚 利比亚的 这个地方 那杰利指的 不是黑人 非洲的都不是 全都是黑人 在利比亚的 这个地方 那个时候 主要是一些 亚拉伯人 所以有个犹太人 有个黑人 有个亚拉伯人 这个称为 陆球的 这个领袖 然后 还有 第四个呢 与分封之王 西律同样的 马列 马列是个犹太人 是有一个 是贵族 跟王子一同长大 年纪差不多的 跟王子一同长大的 一个贵族 有地位的一个人 西律 长大以后 成为 杀死 砍了 这个 西史约翰的头 耶稣受审判的时候 也曾经被 被送到 这个西律王的面前 西律王笑他 是一个敌对神的一个人 可是跟他一同长大 他这个马列 却是跟随基督 是安提拉教会 这个领袖 你觉得 要不要听听他的故事 怎么样 在天堂去找他一下 怎么跟王子一同长大 这个王子 堕落在地狱 你却跟随了耶稣 这个故事 要不要听一下 这是第四个人 最后一个 扫罗 我们熟悉的保罗 大树 出生长大 是 非常有学问 是个 acadamian 是个 做学问的一个人 后来成为 外边的使徒 一前一后 巴拿巴跟扫罗 在前 在后 中间 这一共 三个人 加起来五个人 这五个人 我称为四多 四个多 多元 多元 种族 黑人 白人 犹太人 东方人 多元文化 然后多元的国质 这不同国家来的 然后呢 多元的 这个 经济的这种的阶层 很有钱的 很有学问的 也有一些很普通的人 这个四个多的 这个 领导团队 好不好啊 我看见他头疼了 怎么大呀 这个团队 怎么大呀 这个团队 上个礼拜 如果你看周刊啊 我们国语部 国语崇拜 有695个人 刚说我80% 来自中国大陆 的背景 20% 台湾 香港 各个地方 老中青三代 再看下去 有年子大的 好像我一样 然后有年轻的 好像你一样 老中青三代 约语堂 在对面 293人 主要来自香港 讲的是广东话 我的国语 就是广东话国语 所以你听得懂 还有英语的崇拜 有456个人 说英文的 美国人的 这种文化的背景 包括200个青少年人 然后还有小孩 在那边 261个小孩 是我们的下一代 后现代的思维 从小长大 是拿着手机的 一出声就咬着一个口 手机出声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教会 相当不容易 相当不容易 我称为 浮辩的四个夸 夸什么 不是夸口的夸 是夸文化 夸语言 夸代 夸种族的 四个夸 夸 夸文化 举个例 今天中午你去吃饭 中午买个饭 我们 最 卖的最多 在中港的饭 白米饭 有两个菜 三个菜 旁边你没有注意 有披萨 还有汉堡 曾经 教会很早之前 我们也曾经 包括了 这个西餐 曾经人 可是人手不够了 就放弃这个西餐 去吃一个 就要吃个中饭 都要各种不同的 这种食物 是文化 这个重要的部分 相聚 绝对不容易的 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 绝对是不容易 同做吃饭 都点不同的菜 那教会的团队呢 反映了这个的 多文化 四个夸的 这个的文化 当中年龄有 七十几岁的 六十几岁 五十几岁 四十几岁 三十几岁 二十几岁 国语 粤语 英语 的人 二十多个人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沟通的困难呢 我每一天 差不多每一天 早上九点到 到一点钟 不断地开会 一对一 与同工谈话 讲讲讲讲 沟通在这个团队 真的也不容易 聚在一起的时候 共同语言就讲 英文 所以我们的 国语部同工呢 是最安静的同工 英语部的同工 因为是母语 他们 讲话 很多 所以开会是 是 是这样的 共事 一同侍奉神 绝对 不容易 上去在一起 是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走出去 带有使命 共同的使命 走出去 是更加困难的事情 那我最近呢 做了一个 称为文化智商的 一个自我测试 这个称为 Cultural Intelligent Quotan 是 称为CQ 现在是很流行的 你去一些跨国公司 去大公司上班 他就会调查一下 你的CQ是几分 不是IQ 是你的CQ 对文化的 这个智商是多高 我做了一个测试 那里面的 包了四个部分 第一个 你对多元文化 有没有一个医院 去了解 有没有吸收的 一个医院 别的文化 第二个 你对文化的了解 有多少 第三个 你有没有一些 基本的策略 去建立这种 多元文化的 这种的了解 然后第四个 你生活当中 有没有包含一些 跨文化的 一些的 活动 一些的行动 让你可以活在一个 跨文化的 一个的社会的当中 那你猜猜 我的CQ是几分 一百分是最高分 你猜我是几分 我不告诉你 聚在一起 绝对不容易 我们这个教会 聚在一起 真的不容易 当年的安理大教会 聚在一起 也绝对不容易 可是走出去 带了使命 更加是不容易 教会不是个城堡 把人围起来 舒舒服服 安全全 幸幸福福的生活 教会是 一个动的群体 一个参与的群体 要走出去 为了非会员的利益 而着想的 一个这样的群体 带了使命 安提拉教会是第一个拆派 他们最优秀的同工 去宣教的一个教会 这从神来的 这个idea 这个概念 不是人发明的 不是在那边吃饭以后 今天没事情做 把他们拆出去 从神来的一个感动 是神的一个idea 是圣灵的感动 第二节 他们侍奉主 这个侍奉主 是在敬拜 在祷告的时候 他们在禁食 然后圣灵跟他们说 这个往外看 走出去 拆派 的结果的使命 是从神来的 圣灵说 你又为我分派 巴拿巴和扫罗 这个分派就是说 把它抽出来 五个人当中 把那两个围起来 分别出来 把它归一类 到另外一类去 然后分出来要做 神要他们做的工 要把他们拆出去 这里讲到 是个命令的一个语态 要把他们分出来 是个命令的语态 因为这是神的心意 要去做神 要做的工 要把福音传遍普天下 这是从神来的一个使命 然后安提拉教会 顺服神 他们没有拉住这些的人 没有抓住 巴拿巴与扫罗 他们最好的同工 他们愿意把他们打发出去 打发的意思就是 释放的意思 released 愿意放手 愿意 打他们释放 让他们可以走出去 拆开他们 成为 一个改变世界的一个教会 他们聚在一起 是为了要分散 聚在一起 是要走出去 聚在一起 是要使命的走出去 为了不在教会里面的人的需要 而走出去 三个分词 进食 祷告 按手 形容这个动词 释放这个动词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进食 为他们按手 然后打发他们出去 释放他们出去 让他们走出去 这是整本《修行传》的宏观的主题信息 这些初期教会的人 安亚教会的人 是一群 平民小众 人生没有什么样的 了不起的地方 可是 他们领受了一个 超乎想象 不知是什么地方 着手的 全球性 宣教的一个任务 可是他们愿意走出去 顺服神 愿意走出去 三十年之内 逆势而行 走出去 拆迁 走出去 结果 三十年 卓越的圆梦 使他们能够完成这个使命 把福音 从耶路上 一直传到地上去 这个故事是神奇的故事 这个是教会的故事 这个是我们 福片教会 要讲的故事 Louis Bileau 他说教会 就像堆肥一样 有没有做过堆肥啊 把家里面这些的 厨房剩下来的 这些的菜 然后把它堆在一起 他说教会这些东西 聚在一起的时候 臭得不得了 有没有闻过 可是把它们分散开的时候 却丰富世界 成为最好的肥料 这就是教会 聚在一起 不容易 可是目的是 使命要分散出去 要丰富世界 传福音服务社区 为非会员的利益和着想 带来是诸福 与使命的完成 扫罗跟巴拿巴 在安天河成立的时候 在那边带了足足一年的时间 做什么 做门徒训练 什么是门徒训练 门徒训练 已经包括了这种菜派的 门徒训练 包括了传福音 不要以为 我们要你去传福音 是为了人多一点 不是这样的 要传福音 是顺服神的一个行动 是我们的使命 是门徒训练 很重要的一关 你要成为耶稣的门徒 你必定需要去 走出去 又召救门徒 上个礼拜 一堆区长的夫妇 分享 跟我分享 他带了一堆 另外一夫妇信主 很高兴告诉我 他说 哇 that make their day 就是 看到信主以后 里面充满了喜乐 我们就在一起 为了是走出去 然后前个礼拜 我在餐馆 跟我太太吃饭 碰到 叫我一个弟兄 带了另外一个年轻人 去吃饭 中饭 然后他就介绍 这个年轻人 上个礼拜 礼拜天 在我们的小组里面 觉知 他现在请他来吃饭 跟进 解答他一些 属灵问 他说 牧师 你来得正好 他有很多的问题 我说 我很忙 我要吃饭 为什么你不可以回答 你可以去啊 我就不理他了 就让他 真的他就跟他 谈了很长的时间 感谢赞美主 每个礼拜都听见 这些的福音的好消息 走出去 传福音 这是门徒的训练的一部分 这是周围存在的一个目的 那昨天呢 不要你 礼拜六 有没有来教会看一下 这是我们 一个月一次 分派食物的 服务社区的一个的行动 很热 外面很热 弟兄姐姐妹 义工 把这个Foodbank里面的 一些的食物 把它整理好 一大堆啊 很多的蔬菜 很新鲜的蔬菜 把它 一堆堆的 把它 整理好 然后有七八十个 我们社区里面的 有需要的人 来到我们的当中 然后我们 一包包的食物 放在他们的车的当中 周围是为了 非为人的利益而存在的 当然使命而利的 要服务 这个社区 上个礼拜十一号 我们有三十几个 义工 去一个初中里面 来帮助他们 开学 要做很多的测试 很多的 这些的装备 做了一个早上 做了一天 然后年纪大的 年纪轻的 青少年也有 样儿童也有 家庭也有 在这个村里面 帮他们 掌理这个学校 帮他们 准备 一个新的学期 我们聚在一起 这是为了要走出去 要给的一个教会 就是神 同在这个教会 这是神的意思 这是圣灵的意思 如果教会里面 是内向的 会有只是固执的需要 成为一个消费者的一个教会 秘密的一个教会 走不出的教会 是死水一潭 会发臭的 长蚊子的 然后当我们 聚在一起 把门关起来 就会怎么样 就会吵架的了 把门一关 你看到我不顺眼 我也看到你不顺眼 然后你说我一句 我说你一句 把门关起来 就打架 这是人性 教会需要走出去 圣经讲得很清楚 神要我们给的 不给的人 你有的 都要拿走的 然后 给出去 用出去的时候 参与的时候 然后加倍的 给你 这是圣经里面 属灵原则 当我们只是看自己的时候 审判就在门口了 失去机会 失去时间 都溜走了 审判就在门口 所以我们需要 有些行动计划 小组 我们待会 分小组的时候 小组需要外展 上去是会要出去 每个礼拜 我们就在一起 小组 我们怎么可以走出去 怎么可以服侍 越服侍 越有活力 越不服侍 越老太 种种 越传福音 越有福音可传 越给 越有能力去给 这是圣灵的声音 这是神的信息 这是小组的目的 教会要强大 要问我 为什么你教会要那么大 教会要强大 牧师是要给 有能力去给 能够本地给 在远方也给 照旧门徒 本地照旧门徒 远方照旧门徒 服侍 年中 清 三代 多种语言 教会人多 牧师要更多人 能够走出去 教会要照旧门徒 不是为了自己 更强大 而是能够走出去 门徒是传福音的门徒 门徒是造旧门徒的门徒 什么时候我们只是注意自己 觉得我们聚在一起多好啊 什么时候我们只是看着自己的时候 我们聚在一起就失去意义了 出去教会什么都没有 只一群的平民小众 却把自己放上去 给出去 拆出去 最好的人拆出去 这个绝对不容易的 如果今天有个保罗 在你的教目同工的当中 你会怎么样 抓住他不放啊 讲道那么好 神学那么好 哇 又那么要有口才 神所重用的使徒 你会把他抓住 留在身边 留在这个教会 会不会 诚实一点啊 这些人我们都要啊 有个巴拿巴 那么会做爱慰人的 劝慰人的 那么会做门训的 那么会带人的人 容易把这些人都抓住 可是安提亚教会 愿意顺着圣灵 把他走出去 把这些最好的人 送出去 David Platt 我们猜拳大会的 讲员之一 他讲过 一个教会的成功 与否 是看多少个人 能够愿意走出去 能够释放在本地 在远方 能够为主族见证 这会是在乎 你走出去 有多少人 来决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祷告 求圣灵的 圣灵在我们当中 动善口 把福星的火 把它点燃起来 让我们可以感受到 圣灵的这种的感动 然后愿意顺着圣灵去 回应圣灵 在圣灵感动之下 走出去 这个是我们的祷告 在本地宣教 在远方宣教 服侍社群 做一个给的一个教会 这个齐科果 那个存在主义的一个大师 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预言 说有一个人训练了一匹鹅 每主日 他就带到教会去听牧师讲道 然后大家额 坐在那边 听牧师讲道 然后牧师 讲得到 内容都是 说飞的好处 飞的那种奇妙 飞的那种奇妙 飞啊 多奇妙 多神奇啊 那种飞 每个礼拜他传的信息 就是飞的美好 这种鹅 每个坐在那边听 牧师说 只要你飞起来 就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愿意飞 你可以拜访 你所愿意见到的朋友 这种鹅听得非常的高兴 聚会之后 这种鹅就 然后在那边讨论 分小组讨论 这种飞的好处 飞多好啊 越讲越兴奋 然后他们离开教会 下个礼拜 又再来教会 又再听飞的这种的感觉 多好 其刻果的结论 他说 这个是不是你 是不是愿意听 羡慕 却不宜参与 尝试一下 振刺而飞 飞出去 我们来祷告 这首歌 我们唱这首回音的诗歌 这首歌说 我愿意去 能够走出去是恩典 越给越有 越传越有福音可传 越顺服神 走出去 神越与你同在 我们来起立 我们来唱 这首的诗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